今天是新的一天 无论你做了什么 主会宽恕你 神想先改变你的心 才改变你的处境 我相信神会赐下平安 透过你带给这个相同的世界 各位朋友早晨 欢迎收看《权能时间》 和多谢你对我们的支持 我们很高兴宣告 《权能时间》2024香港特輯 今天啟播了 各位《权能时间》观众早晨 又来到我们《权能时间》 跳跃香港2024特輯的时间 今年我们特輯邀请了 很多位朋友接受我们的访问 这些朋友包括了 在职场服侍很多年的牧者 也有关顾青少年和福音工作的牧者 也有关顾单亲家庭的牧者 也有职场的朋友 我们很相信透过他们的分享 能够让大家能够有一个积极的人生 和在生命上能够学习以靠主 能够活得更加丰盛 透过他们的访问 你会看到他们面对困难挑战 仍然能够跳跃人生 是很重要的就是靠着神的话语 和定睁仰望主耶稣 但愿《权能时间》特辑 能够成为你和我的帮助 祝福你 《权能时间》2024香港特辑 跳跃香港 我们的嘉宾有 香港福音盛会总干事 陈一华牧师 圣保罗男女中学附属小学 荣优校长梁丽美校长 香港医院院牧师公 义务总干事梁智英牧师 基督教灵实协会行政总裁 林静才医生 香港圣公会 东九龙教区主教 国志批主教 吴振智牧师 大卫城文化中心总监 《权能时间》2024香港特辑 跳跃香港 今天的分享嘉宾 是香港福音盛会 总干事 陈一华牧师 稍后在节目中 陈一华牧师会分享他的见证 敬请收看 圣经针研第十六章第九节 人心囚算自己的道路 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今天 烧毅帕牧师的损失是 凡事有神的旨意 人生里有很多时候 当事情变坏 例如失业 分手或财困 我们或许会感到颓专 我们或许会感到颓专 他的脚步 当事情发生 可能是神指引我们要去的方向 或者在什么方面要成长 所以我们要坚忍 准备好自己 终有一天 当神为我们打开大门 我们就可以为神成就大事 人心囚算自己的道路 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我们的节目是商与广播 除了英文原声之外 如果你的电视机是有栗音设备 你就可以选择收听权能时间 以英文原声或广东话配音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这是耶和华锁定的日子 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早晨 欢迎教会家人 和你们一起很高兴 圣经说世界是有仇敌的 不是没有 但是主已经供应我们一切所需 哇 你是蒙爱的 阿门 我们从祷告开始 天父非常感谢你赐下圣灵 我们奉耶稣圣命祈求 你帮助我们成为命定的自己 一点也不会少 真正成为你创造的我们 你在我们的人生里能够成就一切 你能够抹去我们的过去 你能够救赎我们的未来 你能够使我们健康 使我们完全 我们这样祈求主 奉你圣命祈求 阿门 阿门 请领转身和身边人说 神爱你 我亦都爱你 预备今天的讯息是 《创世纪》三十二章二十二节 雅各夜间起来 带着两个妻子 两个婢女和十一个孩子 过了雅伯渡口 他带着他们带他们过河 他所有的一切也都过去 只剩下雅各一人 有一个人 来和他率交 直到黎明 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 就摸了他的大腿窩一下 雅各的大腿窩 就在和那人 出交的时候扭了 那人说 天快亮了 让我走吧 雅各说 你不给我祝福 我就不让你走 那人说 你叫什么名字 他说雅各 那人说 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 要叫以色列 因为你与神和人 教力都得胜了 雅各问他说 请告诉我你的名字 那人说 何必问我的名字呢 于是他在那里为雅各祝福 雅各就给那地方起名叫 比劳伊勒 说我面对面见了神 我的性命 仍得保存 太阳光出来的时候 雅各经过比劳伊勒 他的大腿就骗了 这些是上主的话语 各位权量时间的观众 早晨 又来到我们权量时间 每年一次特辑的时间 今次我们的特辑的名字 是叫跳跃香港 香港要跳跃了 要起飞了 今次我很开心 邀请多位我的好朋友 陈一华木之 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一华我认识了他很多年了 还有大家在很多的事奉 关心香港的社会一起 很多的合作和同工 他是福音盛会的总干事 也是香港软木事工的创办人 我记得七年前就请过一华 来接受我们在权能时间的访问 当时就是香港福音盛会 七年后 福音盛会除了当日搞很大的大会之外 还是细水流长 这七年还有很多的事工 所以我很想继续访问 一华 为什么对福音这么有抱负呢 好 其实我对福音有抱负 是有两点的 第一点就是 当我出来做传道人的时候 我就参加了一个侍奉 这个侍奉就是户外团契 福音盖读 我知道 在浪旗那里 是的 因为我自己成长的背景 实际上我是街童的背景成长的 因为我父母是很难照顾十兄弟姊妹 所以我小时就已经常在街上榴莲 三五成群 人多虾人少 但是上帝也很有怜悯 上帝又拯救了我 让我能够可以信主 我信主之后 后来蒙照 做了传道人 我出来之后 我觉得应该要还福音的债 给这些所谓黑社会 吸毒的朋友 所以我去了户外团契 去你的导师 当中我真的体会到 有不少吸毒的朋友 因为信了耶稣 他的生命改变得很奇妙 譬如以前是粗口难舍的 现在就不说粗口了 以前对人的态度是很恶劣的 现在就懂得有礼貌 终于发觉他的生命改变之后 就好像化腐朽为神奇 这是我第一个经历 第二个经历 就是因为我后来离开户外团契之后 上帝就安排我去到医院做阮目 就是刚才所说的阮目的工作 四十年前 当时第一间医院 可以能够接立阮目的工作 就是葛亮雄医院 他是第一间没有宗教背景的医院 为什么与户外团契有关系呢 因为葛亮雄医院 是一间心脏科和胸肺科的医院 我去到医院的时候 你知道当时的环境 没有人认识阮目是什么 医生、护士都不知道阮目是什么 又不知道要做什么 但我在医院里面打着疗胎 掛着牌子去病房穿梭 但奇妙就是上帝让我进入梁雄医院 因为他是胸肺科 所以有不少肺癌 肺气肿 肺炎的病人当中 当中有一部分是吸毒的病人 这些吸毒的病人 肺功能差了 就进入里面了 哇 轮盡了 他在医院病房 可以说这群人是无日无天的 连医生、护士都怕了他们 因为你知道他们粗口难舌 对人态度很差 所以当时医生、护士、社工 看到他们都很头痛 但对于我来说 感谢神 因为我在户外出来 刚刚就 要户外了 要爱他了 对了 没错了 我去户外出来 已经对开这些吸毒的朋友 几年了 感谢神 我就认识他们的术语 认识他们的文化 我于是跟他们聊天 用他们的文化、术语聊天 他们又很恶然 为什么有一位 软木神职人员 识认识我们的背景 这样的情况呢 再加上我的动机 是劝他们 福音戒毒 所以这群病人就很合作了 我开始能够跟他们 不单止沟通 也鼓励他们 跟病房合作 跟医生、护士、社工合作 这些医院的职员 发觉我能够说服到 这些吸毒的病人 能够这么听话 他们对软木就开始刮目上寒 如果医院有软木 真的能够帮到医护士人员 去关怀病人 所以这两个的经历 让我更加体会到福音 是上帝的大能 在当中 我和你也有很相近的背景 所以我很分享到你的感觉 我同样出生都是在 九龙城寺附近的范围区 成长是浅寺区 真是很复杂的环境 但是很感谢主 因为有耶稣 福音是神的大能 现在是相信的人 我想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 以前黑社会的大哥 属于耶稣 做了传道 有些很积极传福音 有些人生很正面 也有很多 但我想问一下你 那你的福音成回 究竟是有什么感动 令到你在那里这样做的 是 没错 我因为感受到福音 改变人的生命是很奇妙 除了我刚才说过吸毒的病人之外 其实我也有一次经历 在病房有个肺癌的病人 这位的病人 他来了我们的聚会之后 就缺了一次信了耶稣 以后这个病人 都陆续参加聚会 后来他信得肯定 就接受洗礼 这位的病人 洗礼之后 教会送了一条颈链 十字架颈链给他 后来这个病人 就调了我去南朗医院 有一天我收到南朗医院 病房召唤我 他说阮目 你可否来一来 我说什么事 他说这位病人 今早早刚过了身 他有一些遗物 你帮他来处理 我于是就去到南朗医院 我去到的时候 就问那些姑娘 今早这个病人 如何过身 那些姑娘问他 他过身的时候很特别 他两只手 合起来 放在胸口那里 原来 他那条十字架的颈链 叫姑娘帮他挂好之后 他就合起来 一只手这样 很安长 很有盼望 这样离开这个世界 所以我听到姑娘这样说的时候 我更加为这个病人 信了耶稣感恩 因为他真的带着盼望 带着信心 来走完他人生的路程 我真是很经历到 原来福音的大能 另一位的病人 是可以很有尊严 很有盼望 离开这个世界 所以 我就更加体会到 福音是上帝的大能 因为这两个经历 令到我 后来在2007年 我曾经参加过郭福林的报道会 去到2017年的时候 我就有个感动 就觉得 希望也都办一次 全港的报道会 在大球场来举行 这个就是我的原因 加入了这个福音盛会 我2007年 郭福林报道会 我也有帮忙 太好了 太好了 我当时是他的 如果没有记错 我是他的公关委员会主席 真的太好了 我当年就做保安的组长 其实我们在权林时间 在郭福林报道会的时间 邀请了很多郭福林的同工 牧者上来访问 是 也是在郭福林报道会开始之后 我们每一年就邀请本地的嘉宾上来 接受访问 因为我们觉得效果很好 没错 就是一个很好的传统 是的 所以变成了到现在 我们每一年都有十集八集 邀请香港的嘉宾上来 去分享他的见证 我留意到你的福音盛媒 也很重视青少年人的工作 没错 因为我见到你是有些青少年长的 是 可不可以和我说一下你的感动在哪里 好 因为我们报道 传福音的对象 当然是没有年龄层 但是过去我们做了很多 是在一些成年或者是长者的身上 譬如好像我们的媒体报道 我们的街头报道 都是做了成人多 后来最近这几年 我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 其实香港的青少年人 是很需要传福音给他们 他们其实生命力 都是很脆弱的 很薄弱的 所以你如果看到报纸 说到不少一些青少年人 因为情绪的缘故 做了一些傻事 所以我更加感受得到 他们的心灵是脆弱 所以这两三年 我们就开始 集中一些资源 做多一些青少年的工作 例如好像疫情期间 大家又回不了学 又不可以见面 又戴口罩 于是我们就拍了两套的 福音电影给青少年 交给学校的校长主任 放给同学去看 这个当年就是用福音电影 后来疫情过后 你知道一切都伏偿 在伏偿之后 我们就有实体机会见面了 所以我们就想想想怎样可以令到青少年人 可以多一些的听到福音呢 很感谢神 我们就开始经历了一场的报道会 就是在呂拔举行的 之后呢 我们就想起这个地方很理想 不如我们试一下有一次是由尖旺区的中学联校报道会 很感恩 那次有大概五六间的中学联合 反应很踊跃 这五六间中学就派了一些学生来参加报道会 整场坐满了一千多日 在那个礼堂当中 很感谢上帝 在那场报道会当中 我们也用一个小小的科技 在缺制的时候 叫学生拿一部手机出来 然后向着萤幕掃一掃QR Code 然后里面就开始来填那个form 然后表达他愿不愿意缺制 愿不愿意懵睹 我发现这个方式是非常理想的 因为没有压力 第一 第二 年轻人又喜欢有些私隐 让他填 填回来 效果非常好 有几百人缺制信耶稣 所以自此之后 我们发觉到 如果能够可以在一些地区的中学里面 做一些联校的报道 效果很理想 所以我们在今年的五月份 扮演了一次全攜清区 接下来我们也会在大埔区 迟些也会在粉岭和上水的北区 都是联校的报道 反应是相当之不错 参与的中学都有六七间 甚至有一两间是非基督教中学 都有参与在当中 我们觉得对青少年人 可以打好信仰根基是很重要的 其实圣经说教养系统走当行的路 是 就是到路有不偏离 没错 我们的经历就是从小信耶稣 我从出生也信耶稣 不过生命那边就是青少年期 是 到我出来做事 在职场也带着很多朋友信主 以前在年轻时间 读书的时候带着很多朋友信主 同学 但我发觉 其实信仰的根基 如果能在年轻时间建立 是最稳固的 没错 很认同这一点 是吗 是的 所以呢 而且也在年轻时间 信仰的年轻人 也很有机会在将来 全时间服侍 没错 像你一样做传道人 做目击 是的 所以我觉得培养年轻人是最重要 我们的下一代 是的 其实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挑战 今时今日 我们看到 无论社会 无论教会 无论中学 其实都很需要关顾年轻人 更加多做福音 报道工作 能够培养他们的灵命 有一个根基 是很重要的 我们的权能时间都年轻化了 一开始是Robert Schuller 就是肖律帕博士 创办的 但是 似同他是十年前左右 被主接他之后 现在就是Bobby 来接受这个节目 非常好 而Bobby是一个年轻的牧者 亦很可能能供应到年轻人 他今年十月份都会来香港 太好 到时候没有机会 我们可以一起同工 安排一下 可以跟年轻人聊天 应该也可以 福音盛会和权能时间 大家一起合作 设计一场报道大会 给香港的市民来参加 特别年轻人方面 亦可以邀请年轻人出席参加 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机会 因为他这么老远来到香港地方 我们好好查询 因为你复赐了多少年 复赐了住几十年 有47年 47年 在这几十年里 你有什么特别的经历 可否和我们分享 是 我也感受到有一节经文是很好的 这节经文是罗马书的第八章28节 圣经说上帝是使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 我为什么这么喜欢这节经文 因为我发觉我自己侍奉 由初初传道人 在教会、木会两年左右 然后上帝呼召我 在福音界读的方面 来做了五年 之后上帝呼召我 去到医院做阮目的工作 做阮目医院工作的期间 刚刚过去这十年 就在福音成会 来做全福音工作 我发觉 每一个我侍奉工场的转接 都是上帝很奇妙带领 是一步一步 由前面的经历 就带到后面的新的工场 是一个很奇妙的配合 我发觉到 上帝的串联 是真是令人 是很拍案叫绝的 是很奇妙的 所以我回顾这几十年的福事当中 上帝的引领 令我能够参与 福音报道的工作 是一个很大的恩典 一华 总结到现在 人生很丰盛 也将福音传给很多各界的人士 没错 现在福音成会更加全香港 我觉得香港其实是很特别的地方 没错 香港是全世界最自由的 去全福音的地方 是 你可以在公开的地方 没错 你又可以去到学校 没错 又可以在教会 又可以在打球场 没错 到处都可以 是是是 是是 就是任你怎样分享 所以我觉得我们把握机会 因为保罗环 我们每个人都欠了福音的债 没错 对这段说话 是 是 我觉得非常认同 我觉得今时今日 我们做基督徒的 能够给到这个社会最大的礼物 是什么呢 莫过于能够将一个奇妙的救恩 或者一个见证的分享 和多些身边的家人朋友来分享 因为当身边的朋友家人接受到福音之后 其实对他的祝福是一生之旧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 今时今日 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们很关心身边的人 但除了是物质上 身体上的关心之外 灵性上 心灵上的关怀是更加重要 因为影响了不单止今世 甚至影响他永恒的生命 其实说了耶稣是好的 是的 为什么呢 当你有福音的话 不止单单有永恒的生命 是 不止单单有永生 是 而且你有喜乐平安 没错 还有你有丰盛的生命 没错 还有你心里强壮 没错 因为当你有诸耶稣的话 有什么困难来到主面前 没错 因为他说 他是我们的山寨避难 所在我们的盾牌 没错 是我们的神 是我们所依靠的 是 所以信耶稣的人 人生是最有福 最有依靠的 没错 耶稣 你最感动到 你这么多年的圣经是哪一节 可不可以跟我们 全能时间的电影师妹分享 好 我很喜欢在罗马书的一章十六节 因为那支经文说 我不以福音为耻 因为这个福音 就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 相信 相信 所以这支经文 其实是 冥克在我心中 有很大的影响力 在当中 令到我 无论做什么事情也好 无论我去到哪里也好 这支经文也提醒我 不要忘记和人分享福音 亦还福音的债 给不同的人 所以我觉得 我能够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 做这个大使命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祝福 我相信 我们今时今日 对所有身边的人 或者我们社会的影响 我相信基督徒最大发挥的功效 是莫过于能够影响人的生命 而影响人的生命 是让他的生命活得更丰盛 是能够化腹瘤为神奇 化软弱为刚强 这就是福音带来的功效 刚才你说过一支圣经 就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求一切相信的人 我们就觉得 用这支圣经来鼓励我们每一个人 没错 好吗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求一切相信的人 没错 希望我们可以提醒 来能够兴皇福音 又等于你所说的 影响他的生命是最重要的 Amen 让他得到幸福的人生 Amen Amen 非常好 各位联同时间的观众 我们很开心 今天能够访问到 齐一华牧师 我们希望下次的将来 或者当Bobby Schuller来到香港 有机会和 齐一华牧师的福音生活合作 再跟大家报告一下 多谢 好的 多谢Samuel 多谢 Zither Harp 在今早开始之前 我要分享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与神和好 很有意思 葛培里牧师这样说 你不能够改变过去 你不能够删除做过的事 不能够删除曾经说过负面的说话 不能够抹去曾经做过负面的事 但神可以涂抹以上的过犯 祂会的只要你信靠祂 这是神迹 这是基督为你和我在十格上所做的歧视 但我们要接受这份礼物 我们要为此向神呼求 祈求祂赐给我们 我今天要鼓励你说 主 祂会为我这样做吗 如果你相信耶稣 为祂钉死了十架 并从死里复活 你就必得救 我鼓励你今天要作出决定 很多时候我们对基督教 有良好的印象 但我们没有认真做选择 今天做选择吧 如果你今天决定跟随基督 你的生命会不一样的 我今天要给你一份礼物 祂对我的生命 有很多帮助 当遇到挫折 生命又不幸事发生 事情不如你的预期 可能是分手 可能是离婚 可能是失去工作 可能是财困 你不知道怎么应付你所经历的事情 有时 祂不是针对你的 是为你而发生 有时 祂不是针对我 是为我而发生 不是经常是对的 我们稍后再讨论 但其中首要的一点 是怎样有能力在生命中 应用这个原则 你知道我是改革中的基督徒 所以我们着重于 神的供应力量和大能 神是好的 只有祂永远是好的 无论是什么宗派 都可以为此作见证 神的旨意永远是好的 神爱我们 即使我们一团租或者是罪人 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即使祂是管教我们 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 事情会祝福我们 这个意念会帮助你度过人生 最艰难的试炼 祂不是针对我 是为了我而生 带我们来到雅各的故事 在圣经创世纪应该是三十五章 雅各年老的时候回到老家 当他年轻的时候 他是双胞胎 我们之前已经提过了 他和轻长是十分不同的 他的轻长是很健碩 很狩猎的 但是有些是老顿 没有头脑 不是十分聪明 雅各就是一个著书虫 喜欢留在室内 喜欢阅读和经常思考 可能是一个旗手 而他欺骗亲生大哥 然后还欺骗父亲给他长子的名分 仍然是有效的 因此他老顿的兄长要杀害他 他同命去到遥远的地方 去亲戚拉班的地方 他结了两次婚 在那个年代容许重婚 而不需要离婚 怎么也好 他结了两次婚 有十二个子女 还有财政独立 而且富有 这是故事的重要情节 不是因为他的父亲 他没有承计任何财产 他赚取每一只小牛 公羊和母牛 有一群随从的牧人 可能聘用了帮忙来照顾小孩 而神告诉他 是时候要回老家了 他传递出信息 要回家表明他要回家 信差回复说 你的大哥以素会迎接你 但以素却立即带着四百个军人出发 亚国明显很担心 他讨告不知怎样做好 他相信神呼召他回家 但好像有灾难在面前 他隔了几个小时后 就猜派一批仆人和礼物 而他的大哥以素收到了 信差说 这些来自你亲爱的弟弟雅各 他说是送给你的 他爱你急不及待地想见你 几小时就送一次 几小时就送一次 以素身边开始多了这些动物 要照顾他们 他要仆人帮助他照顾这些动物 数目可能是数以千计 很难想象雅各变得这么富有 用今天的说法是英万富翁 雅各想表明 我不是来抢夺你的财物 我已经拥有很多 于是他继续送 直到最后他们距离越来越近 雅各来到若淡河 雅博渡口是用尼纪念若淡 他开始过河 先送两个妻子和儿女 所有人过沙河 他们是最后一批 他都即将过河 最后他独自站在那里 所有人过沙河 他独自一个人在那里 那时已经夜深了 他见到有个身影 那个人不让他过去 圣经说他们开始在那里摔跤 或者彼此相斗 我想象他开始感到焦雷 这件事牽住了他 他要解决 他要救他的家人 要和大哥说话 要打铁趁热 给我过去呀 但是那个灵不让他过河 圣经说他们继续摔跤 你可能不知道 你猜亚国过河的时候 年纪有多大 那是十分重要的 过着弹河 是他象征意义 你猜他当时多大 答案是97 你不知道是不是 我们可以根据故事来猜 假设那个并不是真正的摔跤 我认为是对的 我们认为这是属灵的战士 因为我们知道 当那个灵天使或神摸了亚国的大腿窩 他就扭了 最后我们不知道是天使或神自己说 天就快亮了 让我走 局势就开始扭转 而亚国仍然纏着这个人 不让他离去 他说我不会让你走 直到你 谁知道说什么 给我祝福 他说你叫什么名字 他说我叫雅各 是指骗子 或者是捉住被人脚跟的人 他说你的名字不再是雅各 要叫以色年 所以他由捉住脚跟变为蚀交 你看到好像是明智的进化 将阿伯兰到阿伯拉罕 又好父亲成为多国之父 他说 因为你和神和人教力 都得胜了 很有意思 他说 请告诉我你的名字 好典型犹太人的答案 要不问我的名字 呼 之后那个人不见了 亚国为那个地方 改名做彼努伊勒 意思是神的面 因为他说我面对面见到神 我的性命仍然得保存 好 我认为亚国和主摔交 他感到沮丧 愤怒和害怕 他过河比一切都重要 但是我认为真实情况是 我认为耶稣需要时间 他需要时间和新弟父和 侄儿女相处 他需要时间 评估送到的礼物 他需要时间 冷静下来 他是容易发怒的人 脾气猛烈 需要时间冷静 放松 直至耶稣最终 心平气和 神才给亚国过去 亚国总是立即要事情发生 但是神要拦掉他 直到一切妥当 我们可以这样说 事情不是针对亚国 而是为了亚国 是为了他好 事情发生是为了你好 不是针对你 而是为了你发生的 当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 不是针对他们 而是为了他们 传说在园里面 是有两棵树的 一棵是分辨善恶 另一棵是生命树 传说中 如果他们吃分辨善恶的果实 然后吃生命树的果实 他们永远在死亡里面 永远在罪里面 永远在罪里面 永远不能得救 唯一得救的方法 是要真正滅亡 然后从死里复还 如果真的这样 赶他们离开生命树 并不是针对他们 而是为了他们 好叫他们 可以得救 以致我们可以得救 约瑟的故事 他被陷害入獄 他在獄中被人遏忘 被他服侍的人遏棄 他被重伤 被兄弟卖到埃及 约瑟无疑在历程中求问 为什么这些事 发生在我们身上 我们可能说 如果当时 我们可以打电话 或者写信给他 我们可能会说 我的朋友约瑟 这件事不是针对你 而是为了你 不单是为了你 而是为了万国 万民得拯救 当然他成为伟大的人民 而国家拯救了很多生命 蘇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 被击倒大马 弄得盲了 他以为自己 为神做伟大的事 各位他有没有错 他以为神要过去 逼白基督徒 各位他有没有错 他在马上被击倒 盲了 他不知道会否再看到 他之后当然可以 但我们当时可能会跟他说 我的朋友素罗 发生这件事不是针对你 而是为了你 我们有很多类似的故事 嗯 有位女士 因为毒瘾被捕 她在监狱里 以及尋找到主 当她被捕的时候 她心想 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 朋友 事情是为了你才会发生 有人被解雇 离开了吴热冲的工作 但他需要有安全感 可能不是发生在她身上 而是为了她才会发生 可能你上星期去见私人健身教练 他叫你做多一次 服地挺身 抬街健身 跑多一圈 你想他为什么要这么恨我呢 你的私人教练不是恨你 他是为了你才这样做的 因为他爱你 没多久之前 我和家人游暗 奥兰道乘飞机回家 我们准时去到机场 准备离开 但雷布令班机延误 我们开始苦虜 因为越来越多人排队 奥兰道非常潮湿 就算开了冷气 也感到很燙 有一刻 我们感到不舒服 我们看到一间餐厅叫做 巴哈马的凉风 于是我们四个人进去里面 在那里享受 果汁和炸虾 非常美味 我们在这里聊天 享受好好的时光 又认识了另一对 之前在活动里面见过的夫妇 跟他们聊天 和更深入了解他们 我慶幸飞机 没有在雷布中起飞 我认为机师是针对我们的 我认为航空公司安排不善 我认为事情的发生 只是为了我们的安全着想 你甚至可以说 事情不是针对我们 而是为了我们好 当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 有一件事也在发生 有时神在这里为你开一道门 我们可以这样相信吗 有时神是为你开一道门 就算感到这道门是关上的 有时神要逼你去选择 对 如果你选择错误 他可能迟一些 会给你机会选择正路 你们今早选择跟随耶稣 我希望你选择了 有时神指示你要去某个地方 以及有什么地方需要成长 请记住 你要先成长 才能到达目的地 成长比向前去更加重要 成长比向前去更加重要 但是我们出发前 你才要成长 但是有时神会对很多人是真的 你们有意听的就当听 有时神正在准备你去做领袖 如果你要成为领袖 你要能忍受压力 你要忍受失望和失忆的事情 你要忍受不被认同 有争论和不同的挑战 做领袖是有压力和痛苦的 尘心没有说 你的领导能力 和你长时间忍受痛苦的能力挂钩 是真的 你要学会忍受痛苦 才能学会做领袖 我们可以说 有时撒旦真的会打成仗 如果你失去了治癌 失去了子女 染上疾病 或者有不幸的事 发生在你身上 他们想要你如何 你认为那些如云彩一样的见证人 看到我们如何生活 要我们得着什么 我们要永远打滚 我们要哀伤 至跟他们见面 我们要坐在床上 拉着窗帘 整天在哭 当然不是 他们希望我们喜乐 充满能力 见到他们所见到的 做他们不能够完成的事 完成我们被照 要成就的事 成为我们被呼召成为的人 不断成长 是他们期望的 对不对 神会在你生命中打成仗 有时撒旦赢了一仗 但神会完全得胜 所以我们要忍耐 当撒旦赢了会制造混乱 但很多时候很讽刺 敌人和恶人做的恶事 那些混乱时刻 会被神转化成为你的好处 有时不是针对你 而是为了你 做好准备 混乱肯定制造恐慌 但是也制造机会 没有人喜欢事情 戏剧性或在混乱中改变 但是这样发生的时候 很奇怪 他会为你的生命 带来很多新的机遇 做好准备 假设暴风即将来临 这样经常会发生 还在加州的人较难想象 我曾经住在奥克拉河马州 我们经常预备有风暴来临 不会把东西放在户外 确保屋顶在良好状态 对不对? 风暴经常会来临 你人生的风暴正在来临 一切安好 如果你建好房子 一切都会安好 建好房子 抵御风暴 为你疲倦的时候作好准备 为你顾军作战的时候做好准备 为你顾军作战的时候做好准备 肯定你是会经历的 但是当我们活在主里 永远不会孤立无援 为冲向你的敌人作准备 你有敌人 很多敌人 你的成就越多 你的敌人会更大更可怕 你活着的每一天和每一年 都是时机和机会 作更美好的影响 如果你做到有影响 那会树立敌人 如果你能作出改变 也会树立敌人 如果你有异仗 有你的目标 宏大的梦想 就会有人阻止你达成 这是小卫柏作出的保证 我保证 你的生命越大 你就成为更大的战靶 会是这样的 好悲哀 不好的感受 你想和人和好 我明白的 我们希望活在基督的爱 和和諧里面 你是神的儿女 你被圣灵充满 你被呼召去作弓 如果你做过的事 已经会超越别人 和为他人互相打气的人 在一起 当你成长的时候 他们会说 加油 和出雷拔碎 有远大梦想的人 在一起 广阔的胸襟 柔和的心 却是意志坚定 和同一目标的人 交往 和最求梦想的人交往 参加充满可能性 和正能量的教会 和为你有成就 而高兴的人 在一起 和你一同喜乐的人 在一起 在那里会很好 任何地方 都有这些人 你要知道 今天 世界给你的 都是没有保障的 很多人想要工作保障 我明白的 很多人想要稳健的财政 我明白的 很多人想要稳定的关系 我明白 这些都是幻象 没有工作保障 没有稳健的财政 和稳定的关系 没有任何的保障 除了这个 就是你保障的所在 就是在主里面 在主里面 学校他 又充满他属灵的生命 最重要 是跟随他 相信他的说话 遵照他的说话而行 不是作宗教礼儀 而是跟随好的忠谷 好的忠谷 你跟随神 给我们 有智慧的忠谷 就活出富足 封城和美好的人生 在主里面 为我们准备了 你可以找到保障 耶稣清楚告诉我们 你要把房子建在盘石上 而不是在沙土上 把房子建在盘石上 他是这样说的 谁听见我的话 又实行出来的 我再说一次 谁听见我的教训 我说的这些说话 又实行出来的 就好像人 建筑房子在盘石上 这就是把房子建在盘石上的意思 是只要听道和行道 是要把道实践出来 实践耶稣的 教训和生命的人 这就是建造的意思 留意 建造并不是一次性的 是你经常要做的事 是你经常努力做的事 去建造你的房子 是时候去阅读 是时候去讨读 是时候去讨告 是时候去寻找人生导师 是时候回教会 是时候作准备 如果一切事情顺利 在下雨天也可以建造房子 你可以这样做 继续努力 继续建造 我们这样说 不要浪费生命 很容易的 现在是很容易浪费生命的 在以前的暴力和病毒 令到生命失去 在世界某个地区 仍然如此 但是这里不是 今天的人是这样浪费生命的 生命浪费在手提电话上 很多空闲时间 你说我一天工作八小时 如果你一天睡八小时 我打倒你 你没这样做 你还有另外八小时 你用那些时间 你做些什么呢 这并不是要批评你 意思是说 我也在挣扎里面 如果我能够用其中一小时来看书 在网络上找答案 做研究 听播客 为别人祷告 我肯定 人生会不一样 我指 是你不需要做太多 你只要辞之以行 做小小 一切都会改变 你不用做很多 只需要做小小 你只要做多一样 多一小时 走多一里 多一个拥抱 多一个祷告 事情会为你改变 今天的人总喜欢对制度抱怨 人总喜欢对制度抱怨 制度是否完美 不是 它会永远完美 不会 制度会不会 如你所愿比好处理 不会 这是肯定的 这是制度需要改变的地方 这是制度需要改变的地方 在你里面改变 最后 你跟我说 我的梦想风险太大 我的意象风险太大 这是神要我做的 但是风险太大 我明白 风险的确大 但是我们需要梦想 令我们振作 需要梦想带我们走过去 需要目标 你带我们走过去 如果你没有目标 你的过去 会拉你向后退 如果你没有目标 人生分心的事 会令你左摇右摆 你需要梦想 或者目标 驱使你向前 无论你需要经历什么事 如果你建立梦想 梦想也会建立你 建立梦想 梦想也会建立你 这个好像是 罗和之明说的 不冒险 带来的代价 太沉重了 代价太昂贵了 直到你收到账单 就知道代价沉重 直到你知道 没有追求梦想的代价 等待他们把账单给你 直到你知道 没有成长的代价 直到你知道 身体不健康的代价 直到你知道 没有用时间陪孩子的代价 直到你知道 没有投资的代价 直到你知道 没有目标的代价 帐单迟早也会来 就像我祖父说 宁愿 尝试做伟大的事 而失败 远勝没有尝试 却成功了 你年纪不会太老 也不会太年轻 你不是太老 是没有太多的 你可以在五年内 得胜任何梦想 我真心相信 你可以在五年内 得胜任何梦想 你认为会否多活五年 我认为你会 你从未像现在 懂得更多 擁有更多 你从未像今天 那么有成就 你能做到的 我相信你 下苦工 建造房屋 你能做得到的朋友 你的人生在你面前展开 去拥有它 拥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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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感谢祢 借我们里面的能力 我们不能靠自己 我们需要祢 主 需要祢的话语 需要祢猜派出入的人 在生命中 只是我们当走的路 主 我们奉耶稣圣命求 祢会这样成就 我们爱祢 奉基督圣告 所有神的子民说 阿们 现在愿主赐福给祢 保护祢 愿主使祂的脸光照祢 赐恩给祢 愿主向祢仰念 赐祢平安 奉圣父 圣子 圣灵之名 阿们 多谢您收睇《权能时间》 和对我们的支持 《权能时间》 2024香港特辑 《跳跃香港》 我们的嘉宾有 香港福音盛会 总讲师 陈一华牧师 圣保罗男女中学附属小学 荣优校长 梁丽美校长 香港医院院牧师公 义务总干事 梁智英牧师 基督教灵实协会行政总裁 林静才医生 冬活摑 香港兴工会 东九龙教区主教 各自批主教 吳振智牧师 大卫城文化中心总监 权衡时间2024香港特册 跳跃香港 下个星期的分享嘉宾 是圣保罗男女中学附属小学 荣优校长 梁丽美校长 敬请收看 在圣经简言第十六章第九节 人心囚算自己的道路 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今天 小卫帕牧师的信息是 凡事有神的旨意 人生里面有很多时候 当事情变坏 例如失业 分手或者财困 我们或者会感到颓丧 为什么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但是小卫帕牧师 引用了圣经里面 很多人物的经历 例如雅各 约瑟 和士图保罗 来鼓励我们 当人生变得一团租 或者是神要管教我们 都是为了我们 和赐福给我们 人心囚算自己的道路 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当事情发生 可能是神指引我们要去的方向 或者在哪一方面要成长 所以我们要坚忍 准备好自己 终有一天 当神为我们打开大门 我们就可以为神成就大事 人心囚算自己的道路 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全能时间这个例子电视节目 每个星期在无线电视明珠台播放 逢星期六的早上10点钟 和星期日的早上8点钟 你也可以在网上同步收看 MyTV Super 或者是www.hourofpower.org.hk 多谢你收看 神爱你 下星期在无线电视明珠台再见 请下星期再次收睇 《小卫柏牧师要带给你盼望的讯息》 《权能时间》 《小卫柏牧师很想听到你的分享》 请写信给我们 直至下星期 请记住 让你的盼望 而不是伤痛 你塑造你的未来 《小卫柏牧师要带给你盼望的讯息》